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是早上的5点40分 我们来看一下能飞多久啊 这是做完毛迪虫的第三天了 第三天 做过两次毛迪虫了 今天是第三天 第三次还没有做啊 出发 Go 没有点小了啊 春天隔会慢一点的 走 好嘞 你们不愿意出去就不出去吧 倒计实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做完毛迪虫 他们拉的粪便啊 还不错 之前的粪便不行 之前我都不问他们呢 有的各有看到粪便就 比如说像这种 就来问我啊 我不问他们呢 不会太在意这些东西 我是注意他们的健康情况 比如说鸽子 精神状态好 完全可以忽略 看这个 还有这里啊 走走 鸽子回来了啊 已经半个多小时没有看到他们在这周围飞了 天气凉爽 鸽子还是肯飞的 现在也是处于正在换雨的季节啊 他们都在大量的换雨 不要驱赶任由他们自己飞 如果驱赶的话我听他们说啊 有可能会飞伤之类的话 所以说今年我很让他们随便的 比如说早一段时间天气热 飞几分钟就落下来了 两三分钟 就好像是出去转了一圈 又回来一样 因为就是昨天嘛 我就是看做完毛丁钟 哎呀怎么飞的去 之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 就说都在周边 周边飞一下又回来 结果都半天不见鸽子 我说哎今天录个视频 还是肯飞的 正常能飞个三四十分钟了现在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记得给你的鸽子 可以适当的做一下毛丁钟 因为换雨嘛 换雨的话有可能会烧毛 尽量的用好一点的那个药 来预防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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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